最近韩国一份让人泪目的寻人启事 寻找17年前送我小狗的阿姨 寻人启事上贴着初见识的照片 主人称 因为太漂亮了 所以请名叫公主 当时说 因为他和兄弟们不合群太可怜 所以打算随便送给谁 您当时抱着小狗身上有香味 我在附近商店 要了个黑色塑料袋 把小狗装进去带走的时候 您一直嘱咐我 千万别把小狗扔了 是骑着摩托车的女儿和妈妈 把小狗带走的 寻找原因 您送了我漂亮的公主 让我非常幸福 我一直想向您道谢 但公主现在老了 变得很严重 我想让她死之前 见见原来的妈妈 我17年一直遵守着 不会扔掉她的约定 请一定来见见我们公主吧